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请放着 请大家继续看 何等名为是根本罪 非无间罪 为我法中 先已出家受聚戒者 故失杀害他一生人 下是方便与人毒药 堕起胎杖 如是名为是根本罪 非无间罪 佛又继继续说了 什么叫做是根本罪 但是呢 不属于无间罪 什么是根本罪 不是无间罪 佛说在佛法中间 已经有一个出家受聚戒的人 他故意想办法杀他一生人 另外一个人 意呢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形象 不同姓氏 不同的 意就是 不同的 生人 一生 就是另外一种人 别的种族的人 另外一类的人 为我法中 出家修行的 出家受戒的 故意去杀害 其他种类的人 下至于方便与人毒药 不一定要杀他 不一定要亲手手去杀他哦 就是方便给人家毒药 去毒死人 剁其胎杖 或者甚至于啊 让他 那个baby啊 流产 这个也是属于 根本罪哦 就是 故意去杀其他种 种类的人 甚至于用方便 给人家一个毒药 让他去 剁胎 这个都叫做是根本罪 非无间罪 这属于根本罪 那根本罪也是很大的 此任不应与生同共住 私有 私有 私四方生物 以不应应 于中受用 这个 已经出家受剧族戒的 他 想办法去杀其他的人 乃至于 乃至于给人毒药 剁胎 这都是犯了根本罪 但是呢 不是无间罪 他就不适合跟 生种 住在一起 或者享有 四方供养的生物 也不应该呢 在中间受用 所以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 根本罪 但是呢 是非无间罪 根本罪 比无间罪轻一点点 无间罪最重 第三个 何等名为 是无间罪 非根本罪呢 哪一种又叫做 无间罪 但是不是根本罪呢 下面我们看 为若有人 或受三规 或受五戒 或受十戒 于五无间 谁造一种 如是名为 是无间罪 非根本罪 就有人 他或者是受三规一了 或者是受了五戒 或者是十戒 那么他已经有 规一了 他造了 五无间罪中间的一种 这个就叫做 是无间罪 不是根本罪 这个人受了三规五戒了 但是他后来又 就是造了五无间罪中间的一种 那么这个人呢 叫做 所造的是无间罪 不是根本罪 如是之人 不可出家 即受拒戒 若令出家 或受拒戒 失便得罪 鼻音 屈病 应出我法 这种人 他不适合出家了 他犯了无间罪 也不适合受戒 当然了 不能出家 怎么受戒呢 受出家戒 是不可以了 那么 就令他 如果令他出家 或者是受戒的话 那么上司得罪了 上司就犯罪了 他的师父 或者他的戒和尚 就犯罪了 他应该被驱逐出 佛教的身团中间 那么最后呢 何等名为 非根本罪 亦非无间罪 有一种罪 它是很大的 但是它也不叫做无间罪 也不叫做根本罪 那是哪一种呢 为若有人 或受三规 或受五戒 于佛法身 而身疑心 或归外道 以为师导 或指种种 若多 若少若多 吉凶之相 四季鬼神 若父有人 于诸如来所说正法 或身闻秤 相应正法 或独觉圣 相应正法 或是大圣 相应正法 毁谤 遮止 自不信受 令他厌背 障碍他人 独送书写 下字流浪 移送正法 如是名为 非根本罪 亦非 无间 而身 急重 大罪恶业 净 无间罪 还有这种呢 不是叫做无间罪 也不叫做根本罪 它叫净 无间罪 接近 静就是接近 那我们看是哪一类的呢 如果有一种人 他或者已经受过三归一了 或者受过沙盗 淫望久 无戒了 但是他对于佛法生 产生了疑心 怀疑了 或者呢 另外归到外道去 把外道作为师尊 把外道作为这个老师 那么这一种中间 那如果严格说来啊 我们老和尚说 连气功都算了 连气功都算 外道为师尊 那就严格了啊 那 因为外道 他好像没有思想 有的外道 只是练身体吧 没有说一种思想体系 一种宗旨 但真正的佛法呢 它是叫你养你的性 不是要你一味的 去贪那个禅寿啊 这是臭皮囊啊 你想尽办法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臭皮囊呢 这就不是正法 这是颠倒剑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严格 我们说 所以以前的那个古德啊 生病不看医生的 生病都不看医生哦 可以治的好的 哪也不看医生 我记得香港 以前有一位叫 什么法师啊 就是后来他原籍的时候 烧出很多色力 那一位法师啊 他生前生病的时候 他徒弟要他去看医生 他就不去看 不去看 那徒弟就把他背在背上 就背着就跑 他大声喊冤枉啊冤枉 那徒弟背声大声喊冤枉 他不要去 那我记得 那我记得 那我记得热老也是不要去医院的 那这古时候一辈啊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就是一切都依照自然吧 那现在没有那么样严格啊 但是我觉得适当的训练身体还是应该的 适当的去把身体弄好 这个把这设身啊 健康之后 才有这个能力啊 继续修行啊 你要利益众生也要身体好啊 譬如这一次我们本来要去扬州的 我说去不成了 这不是就是因为身体的拖累吗 如果身体好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所以身体还是有它的价值 它是一个器具 但不要爱它 过分地爱它 不要过分 说哎呀它不够营养 把它保护得好好 还拼命给它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享受 就我们一般是 让身体能够维持健康状态 这就对了 但是过分地享受就不对了 是不是这样 好我们继续来看 或者种种若多若少 吉凶之相 四季鬼神 就拿着 有的时候拿多 有的时候拿少 吉凶之相就是 占卜问卦了 这样子就吉利 这样子呢就凶 种种的占卜问卦 种种的 心相树等等 你说有没有呢 是有的 是有一点 这个道理的 但是 佛教不主张 你去相信这个 所以 佛在过去 遗教经里面 坚决地 让佛弟子 不要从事 心相占卜之术 唯一 例外的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这个 姓名 占卜等等 很多方式 算命 知道你的 命运 那佛教的一个观念就是说 这一切的定数 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数 对不对 为什么有一个数呢 因为你过去 过去生的所做 已经 已经 有一个 有一个 计算出来的表格了 就你过去 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有你过去生的因 已经有一个 宿命了 已经有一个 因果 一个果了 摆在你的前面 就过去生 你做了什么 今生就得受什么 所以这个因果是已经有了 就该当受什么 该当多少岁十 该当家里有几个儿女 该当有多少的钱粮 做多大的官 或者要受多少的折磨 这一切都已经定数了 这要数 每个人有自己的数 所以中国人讲 铁板神数 可是这个数 不是固定的 什么人的命 最好算呢 普通人的命 普通一般人的命 所以常常说 我去看哪一个活神仙 他把我算得准准准的 所以过去算得准 现在也算得准 对 但是 有两种人算不准 大善 跟大恶 他都算不准 因为大善人呢 他一直不断地为善 那命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大恶的人也是 他也一直变 一直变 随着自己的所做 而有改变 今生的所做 因为他的是大 大奸 大恶 大善 这一类的 他算不准 因为他已经超过 已经超过过去的树叶了 他算不准 所以大家如果看过了凡视讯 就很清楚 原了凡 他的命 本来被孔老先生算得准准准 每次 他的命运 都跟孔先颂的 算得是一模一样 但是后来他遇到了那个 龙潭残师 就跟他说 你的命运 应该饿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怎么改呢 功过格 做一个好事踢一踢 做一个坏事插插 你再做一个好事 把那个插插画掉 再做一个好事 又踢一踢 再做一个坏事 又把这个插 踢一踢 把它插掉 又圈掉 每天下来 看看自己做多少 剩下来的事 插插还是圈圈 是不是 那结果他这样做 他这个心慢慢平静下来了 善良了 想的都是好的 善的 他发愿要做多少好事 为一个愿望来达成 那每一次都可以如愿以偿 不过这一切还是有违法 原料凡这样做还是有违法 因为他想的都世间的怎么样 升官发财 有止换 长寿 那么 但是呢 他是 跟佛法是相契合的 是可以这样 是有因果的 他能够改变 那这个呢 所以我们说 铁板神术 还紫微斗术 所以有的人呢 就想说 哎呀 我就很信 那个紫微斗术的人 房间要怎么布置啊 风水又怎么怎么样啊 这东西啊 不要太信 你 罪福 有罪还是有福 都是看你所做的业 都是随着你的业来报的 并不是因为说 你这里开一张门呢 那里又被一个窗子 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这个是荒唐 这完全跟佛法是不相应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 吉凶的相呢 就是知道一些吉凶的相呢 来祭祀鬼神啊 地藏王菩萨叫我们 不要祭鬼神啊 甚至于孔夫子都说 敬鬼神而远之哦 鬼神呢 你怎么说 地藏经里面有讲 假设说你持地藏经的人 持地藏圣号的人 哎 有那个好的鬼啊 恶毒鬼王啊 他也来扶持你啊 做你的父法神 但是不是你去贿赂他 讨好他 祭祀他 他就来 而是你有佛法 你在诵经 或者是你在送圣号 他在你旁边 他也得到利益 所以他希望你送 他有得到利益 他就来扶持你 做你的父法神 那你去浸世他呢 浮浮冲冲啊 不会有太大的利益 祝福有人 于诸如来所说的正法 如果有人呢 对于佛所说的正法 或者是生文圣 生文圣 这罗汉 他们所讲的这个 所相应的正法 相应就是相契合的 或者是独绝圣 相应的正法 或者大臣的 大圣的相应的正法 对于意思就是说 对于佛所说的正法 或者生文圣诀 大圣所说的正法 他怎么样呢 毁谤 遮止 把这个正法给遮起来 停止别人来信仰 所以我说 毁谤罪很大吧 毁谤佛法 自己不受用 自己不单止 不信 不接纳 令他厌辈 反而令别人啊 讲一些话 令到别人对这个佛法 也产生个厌恶 让他背向 背向佛法 障碍他人读诵书写 别人要读诵经啊 要书写经典啊 你去障碍他 我是有跟别人说 不要写那么多经啊 不要抄那么多经啊 但我的意思是说 你去流通经典去注印就好了 因为你写啊 写了很多这个经不能烧的 老和尚说不能烧 老和尚说这是叫什么 烧人家的眼目啊 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被他吓我一跳 我在那天我跟他 有一次问他说 我说老和尚有很多人 在抄金啊 抄的那个金能够烧吗 哎 金不可以烧 哇 好大一声 吓我一跳 不能烧怎么办呢 有 我看到有的那个庙 有那个清净的炉子 经过法师啊 就是 就是 祈祷啊 做法之后 他来帮你处理 但一般来讲 都自己不能烧 那我这不是劝人家 阻止人家读诵书写啊 但是我的意思 加一句 请你去注印啊 为什么以前要书写经典呢 因为印刷不发达嘛 没有印刷 所以要印啊 过去要写啊 抄了之后就多一个人看了 流传了 现在不用了 现在看到丑丑的字还不想要了 你送给我 我拿来干嘛 是吧 那 所以就 印刷很好啊 很漂亮的字 我们印的漂漂亮亮的 还不要印的太差哦 印的太差人家也不要 要印漂亮一点 不要印错 最重要 最重要要教对好 下字流览一送正法 乃至于啊 不要说你阻止别人书写读诵 而且流浪就是为难别人 一个读书写的正法 别人讨厌 让别人讨厌 让别人违背 障碍别人读诵书写 乃至于一个寄诵 这个人讨厌 这个叫做非根本罪 也非无间罪 那是什么罪 是极重大的罪恶业 极重大的一个罪 叫做近无间罪 接近无间罪 接近无间罪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很大的罪 但是它不属于无间 也不属于根本罪 如是之人 若未忏悔 除灭如是 大罪恶业 不可出家 即受拒戒 若令出家或受拒戒 思辨得罪 彼印 虚凭 令出我法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毁背正法的 毁谤正法的 阻止别人 学习佛法的 他犯的罪 虽然不是根本罪 也不是无间罪 但是它是极重大的一个恶业 近无间罪 如果他没有忏悔 除去这如是极大的恶业 他不适合出家 也不应该受拒组戒 如果已经出家受拒组戒的话 他的上司犯罪了 应该马上把他 赶出佛法的门墙 那这个呢 我们讲的这个忏悔 这些大罪 小胜负法是不通的 不通忏悔的 就是永远都不能忏掉 那大胜负法可以 要二十位亲近必求 前面 来发露 批评 讲出自己犯的罪 那么截魔 大家同意 把你的罪消除 这是大胜 大胜负法可以忏悔 小胜负法不可以忏悔 还有一种呢 你在佛菩萨面前呢 就是磕头吧 你佛一拜 罪面横杀嘛 你就磕头 磕头要磕到 自成 礼敬 到有 祥瑞之相出现 或者在梦中 看到佛菩萨 或者看到 佛前有光 这种都称为瑞相 有瑞相的时候 算是你的罪呢 消灭了 这大胜负法 有这么样的一个法门 但小胜负法呢 不通 不通忏悔 你怎么忏 也是忏不了 就等于说定罪 这罪是定下来了 你没办法忏的 那大胜负法是说 可以忏 好 那么我们说 这个 若已出家 或受拒戒 犯如是罪 若不忏悔 此于我法 疲难也中 应数 虚平 所以者和 此二种人 习行 破坏 正法 眼形 习行 引灭 正法 灯形 习行 断绝 三宝 种形 宁诸天人 习行 无意 无利 苦恨 堕诸恶趣 好了 这一类人 这两种人 他们如果已经出家了 或者受了拒组戒了 但是他犯了这个罪 一种就是 以外道为师 詹普吉凶祸福 四季鬼神 这一类的人 另外一类的人 于如来所说的正法 声闻 独觉 大神的正法 毁伴 遮止 自不信受 还令他人 厌辈 这两种 这两种的罪 那么如果他已经出家了 也受了拒组戒 犯了这个罪的话 如果他不忏悔 此于我法 批那一种因素 虚拼 应该呢 在佛的律法中间 要把他赶出去 所以这何呢 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 这两种人呢 习行 破坏 正法 眼形 他们是 破坏 毁灭 正法眼 正法眼指的是 佛法的智慧 他在破坏 佛法的智慧 习行 他们在所 所习 习就是习惯了 行就是 所作所为 照作 引灭 正法灯行 佛法像一盏灯一样 把这个灯啊 给隐藏了 熄灭了 佛法的灯 习行 断绝 三宝 种行 就是 很严重的 就是让三宝 绝种啊 让佛法 生在这个世界上 消灭 这个罪很大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两种人 一种是什么 信那个外道啊 以外道为师啊 占卜吉兄 祸福啊 济世鬼神 这一类 第二种呢 就毁谤正法 自己不信受 还要 让别人呢 也 厌弃 违背佛法 障碍别人 学佛 那么这个罪 也是很大 这两种人 为什么他们的罪 这么大呢 因为他们是 破坏 佛法的智慧 因为他们是 隐藏佛法 作为一个明灯 因为他们是 断绝 三宝种性 就是 让佛法生 在世间 消灭 所以这个罪 当然大了 念诸天人 习行 无意 无利 苦恨 剁诺 不管是 这个性 外道 以外道 为师的 或者是 自己 毁谤 佛法 当然他有一套啊 就可能他自己 就是外道了 他为什么要 毁谤佛法 因为他认为 有一套 比佛法强嘛 所以对这种人 以前我是比较客气 现在比较不客气 为什么呢 你越不客气 他越爬在你头上 你会好欺负 所以这种人呢 不能够假以颜色 我现在对外道 比较没 以前那么客气 我会 缓解 是这样 那么 这个 他自己本身是外道 他就去想办法阻止你 阻止你学佛 毁谤佛法 所以毁谤佛法的罪很大 我本来想说 为什么 有的 有的这个外道 他们也行善啊 布施啊 济平啊 做很多福利事业 为什么 他们 罪那么大呢 就是因为他毁谤佛法 这个罪 我就理解了 就从这里得到一个答案 毁谤佛法就是让 断绝三宝种性啊 我们还是要 少龙佛种啊 他要断绝三宝的种性 定天人啊 习行这无意无利的苦恨 没有意 没有 这个 意就是道意的 意就是意理的 无利呢 就是利益的 第二个意 第二个利 是利益 第一个意 是意理的 没有意理的 就没有真理在里面的 那什么有真理在里面 只有佛法吗 很清楚吗 大家在佛法里面 敬意了这么久了 我们知道 也看过很多 其他的这个论述 知道只有佛法 是究竟法 别的讲不通的 不圆容的 不究竟的 是不是 所以叫无意 你修半天 对你 法生会面 一点帮助都没有 无利呢 无利呢 就是没有利益的 苦恨 像印度很多的外道 行苦恨啊 比佛法苦啊 我不是讲过吗 有一个国王 跟一个佛教的毕丘说 为什么外道 行苦恨 比你们的出家人啊 苦很多 但是他们都不能够成道 都不能够度涅槃 而你认为佛教的毕丘 修道 能够真正的 咬身脱使 明心见性呢 那个法师就说 黄畅啊 我跟你说 你在脑狱中间找一个死囚出来 我告诉你为什么 那那个国王就提取了一个死囚 就是本来就要斩头的 引他出来了 说啊 这个毕丘说 请这个犯人 拿一碗的油啊 拿一碗油 在那个城里 城的周围 走一个圈圈 回到 皇宫里面 那当他走的时候呢 他后面有四个刀副手 如果他走的过程中间 这一路走来 有一滴油 就从碗里面 洒出来了 后面的当副手就 卡一下 把他头给砍下来 那在走的过程中间呢 这个 这个法师 又叫国王 找了很多宫中的这个 宫额才女 片部满城 唱歌 跳舞 吹乐器 都是好像 卡尼瓦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犯人啊 就拿着一碗油啊 兢兢业业的 慢慢走 走一圈 回到 这个 皇宫 一滴油都没露出来 那一滴油都不露出来 就给他 制油哦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一滴油没露出来 国王就说 你怎么办到的 他说 你没看到 很多这个歌舞吗 他说 我什么都没看到 专事经一页 看着这一碗油 让他不要泼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毕丘 就跟国王说啊 国王你看 这个犯人 这个犯人 他为了要得到自由 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 他就能够这么样的专心一致 连歌舞啊 都不会影响他 他说 我们毕丘啊 都听佛的教话 生死轮回好苦哦 所以真正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 表生脱食 知道这个生死道上的一个苦 他只是为了一生的性命 他就可以专注 那我们呢 更了解说 生死怎么一回事 能够真正的了生脱食呢 是要靠佛法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是同样的 那有的无意的苦呢 不能够了生脱食 不能够明心见性 十二种人 自办正法 匪斥贤胜 以令他人 毁办正法 匪斥贤胜 命中 当度无间地狱 今劫受苦 不可疗治 佛说这两种人啊 一种是 这个 皈依外道 竟是鬼神的 一种是 毁办正法 还令别人呢 也 不能够学习 佛法的 他们自己 毁办正法 也来 毁办 圣贤 也令到 其他的人来 毁办正法 毁办圣贤 毁止圣贤 命中之后呢 他就会 升到无间地狱去 跺到无间地狱去 经过 结束那么长 来受苦 不可疗愈 没办法 从无间地狱里面呢 超生 很苦的 好 佛又继续说了 复赤大范 或有遮罪 无一行法 或有性罪 无一行法 于性罪中 或有根本无一行法 佛又叫一声大范 天杖 这个人的名字叫天杖 佛说 或者有一种叫遮罪的无一行法 我们说无一 就是没有依靠 没有依靠什么 没有依靠善法 叫无一法 无一行法 就没有依靠善行的法 叫无一行法 有一种是 遮罪的无一行法 有一种叫做 性罪的无一行法 性罪呢 我们说了 杀到淫妄 不必一定在佛法中间 已经是一个大罪 就是本身 本性就是一个罪 叫性罪 这性罪 没有佛法 它也是罪 一个大罪 性罪 那么遮罪呢 就有的是 在佛的律仪中间 佛的戒律中间 有这一条罪 遮罪 佛的戒律中间 有这个罪 或者是因为你犯了这个罪呢 就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修行 因为佛法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你好好修行 能够正道 但是你犯这个罪呢 你会没办法修行 就这两个原因 所以叫遮罪 就遮止啊 不一定在其他的 这法律中间 认为是有罪的 比方说 我们说五戒 杀到淫妄 叫做性罪 那他本身就是罪 那他本身就是罪 杀到淫妄 是根本的罪 那酒罪呢 叫遮罪 因为喝了酒啊 可能是乱了性啊 做出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出来 所以他是延伸出来的一个罪 所以叫做遮罪 于性罪中间 或有根本无一行法 我们说有两种 一种叫遮罪无一行 一种是性罪无一行 那么性罪无一行中间呢 还有根本无一行 那现在佛要解释 什么叫做根本无一行法呢 那我们看 云和根本无一行法呢 为若必除 行非犯恨 犯根本罪 或以故事杀 一生人 犯根本罪 或负偷盗 非三宝物 犯根本罪 或盗万语 犯根本罪 若有必除 于此四种根本罪中 谁犯一种 于诸必除 所作事业 定受折服 一切 己失 四方生物 皆细不听 于中受用 什么叫做 根本无一行法呢 根本罪 不依照善法的 佛说啊 好相 举例 一个毕丘 行非犯恨 犯是什么意思啊 犯就是 亲近的意思 亲近性 亲近性就是 不赢 不邪赢 叫做 犯恨 其实 对于出家众来讲 他这里是讲 毕丘嘛 所以 行非犯恨 就是 这个 对出家人的 不赢就是 不赢就是 不赢哦 不管你 正还是邪 所以 行非犯恨 他的行为 本来就不是 亲近的 就是有淫欲的 犯了根本罪 所以 淫是根本罪 或者是 故意 杀害 一生就是 另外的 一个种族 另外的一种 人 他也犯 根本罪 杀人了 犯根本罪 或者是偷到 非三宝物 不是三宝的东西 他去偷 去抢 他也犯 根本罪 或者 盗万语 什么叫盗万语呢 非德 为德 非正 为正 自己啊 讲一些那个 很 这个 很暧昧的话 认为他已经得到了 让你去相信他 反正就常常这样啊 装神弄鬼 让别人以为啊 他是一个怎么样 大善之师啊 了不起啊 神通广大 有法律 有神通 能够 这个 深入佛法 自己认为自己是这种人的 自己讲自己有神通 绝对 就是一种问题 问题人物 为什么呢 佛就是 禁止他的弟子 在 一般的 信众面前 表现自己的神通 除非真正有必要了 像过去 有些 特别的 特别的情况之下 为了度众生 有些 这个有神通的罗汉啊 没有办法不表现 一般来讲是不会的 那所以说 大妄语就是叫 为德 为德 为正 为正 但是很麻烦哦 现在的人就是喜欢看神通啊 就是喜欢那个 这个 越怪越好嘛 所以老和尚说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是这样子啊 但是呢 你 越 这个平时呢 人家就越不愿意来 亲近你 让那个越怪的越好 但是你如果说 没有这个能力 你自己夸张 乱讲 这就是大妄语罪 大妄语罪是很大的 是要堕地狱的 叫根本罪 信罪 若有比 比除 与此四种根本罪中间 这个就是 第一个是什么 赢 第二个是杀 第三个是道 第四个是忘 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身闻小圣的佛法中间 是把银放在前面 大圣佛法中间呢 是杀到银放在第三位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小圣佛法 它是要了生死 那银是生死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根本 直接的一个点 因为有银才会有生死嘛 因为有银才会有贪欲 那大圣不是这样 大圣是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杀 爱护一切众生嘛 你要把众生当做 你自己 所以杀最严重 杀到最严重 第二是道 道是让众生受到侵害啊 你还要去布施给众生 你怎么能够拿他的东西呢 所以道是第二大 营变成第三大了 所以这个呢 是 这个 是个罪啊 大小圣佛法 不太一样 周有必处于此 四种根本罪中 谁犯一种的话 在朱必处所作事业 另受责伏 就是在朱必处 就是生重啊 生重的事业是什么 红法立身啊 一个生团啊 生团有个威仪啊 生团有他的一个信用啊 那你在 假设说有人说 那你在 某某法师啊 什么 做了什么坏事啊 或者是 恋财或者恋色啊 这些就会令到 生团蒙修 生团蒙修呢 就是 定朱必处的所作的事业呢 宁受责伏 别人会骂生团呢 或者是令生团蒙修啊 那么这样的人呢 一切 己识的四方的生物呢 皆不戏 皆戏不听 与众受用 就不让他用 不再分他一份了 本来在生团中 就每个人分的一样多的 利和同君嘛 不给他 然后呢 即使是这样的 坏毕丘哦 他 而依不合 家其鞭葬 或必牢狱 或付喝嘛 或解枝结 或断其命 如是名为 于性罪中 根本重罪 无一刑法 即使这样的一个 坏毕丘 佛也不可以让别人来 用鞭子打他 抽他 或者把他关起来 或者骂他 或者解他的肢结 或者 是取他的性命 这样子 这样子呢 叫做在性罪中间 根本的重罪 无一刑法 无一刑法 没有一与善法 好 请大家跟我一起 回向 文法功德 诸圣行 无边圣福 皆为相 普愿诚意 诸有情 数往无量光佛擦 十方三世 一切佛 十方三世 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瑞波罗蜜 摩赫波瑞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